哇 大家好我是尼克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进来到了昌日猪啊 这边的话有很多F&B 所以我们迫不及待 其实这个新鸦章仪的话 就是有特别多吃的地方 所以我们第一站的话去明南那边 它就叫明南 所以我们迫不及待 是一个中餐来的 因为现在已经1点了 可是我还没有吃我的午餐 超方便的 因为其实就是从T3进来的话 那个路口来到朱尔就来到了云南 就是这一家 所以我们的第一站来到了云南这边 他们注重的就是云南小吃 之前我去过云南 其实它算是海拔较高的一个地方 云南这边的话最出名就是它的那个香菇 还有尤其是它的松露 这边的话会注点对于很多就是 关于就是蔬菜方面的 所以我们的第一道菜就是它的野生橘子 你看它的那个口 还蛮水的 因为云南特产就是它的姜菇 它是蘑菇 所以这边就有 有点小辣 因为它加了辣椒在里面 我们的下一道是有点像酸辣汤的感觉 啊!我把刀放在里面 我喜欢那种的话其实它有点小辣 因为它有牛肉片 这还挺开胃的 其实配饭吃的比较好吃 我们的下一道菜其实是虾面 看起来有点像新加坡热沙 可是它没有加坡热沙的那个辣椒那么的浓郁 所以我们现在要喝的是鸡汤 那这个鸡汤最大的特点 其实就是它一滴水都没有加进去 所以刚刚我们吃完了云南之后 其实云南的话它会偏一点酸偏一点辣 它的下料的话其实跟泰式会有点相像 大家我们下一站要去的是我等的最久最久的 它终于来到新加坡了 而且在这边开了一个双层楼高的一间店 这边的话其实它是跟韩国不一样的 公司带进来的 它口味应该是跟韩国差不多 所以等很久我们进去试一下吧 因为今天是开谱 所以到处都有洞洞 等好久终于就进来了 原来他们有一个欢呼声 好兴奋好兴奋 大家好 欢迎来到 天鲜 大家要进来谢谢了 嗨 Crystal 不不期待吃它汉堡 所以大家我要吃了 这个就是半个汉堡 它是在这边 真的很开会 因为它还有那些菜在里面 这是它的什么缩冲的薯条 这是要蒸它的起司 它土耳很脆的 而且不会太油 对我觉得很刚刚好 我们要喝半个汉堡的 噢噢这个好喝 它有点甜 可是它的半个味道很轻松 它上面还有就是它有放的椰架 还有骨骂马拉嘎 我们现在吃的是它的最经典的 骨骂马拉嘎 在这边 咬一口 那你如果的话 腌制到这在盐为止 哇 这边的话 姿势竟然流出来耶 所以我们这个的话 就是 知识的 你看 里面有 知识 吃看看 哇 咬不断 贴好多哦 我们下一站要去星巴克 因为这边星巴克的话 其实是两层楼高 而且听说还有去有 就是新加坡独有一些口味 会在这个outlet会出现 我们在那边try一下 名额 按 OK 转右 超漂亮的 欣赏的星巴克 这是两层楼 这楼上还多一层 所以在我后面的话 那这边其实就是 新加坡第一天 starpout 地板上面的touse 竟然变成了一幅画 就在这边出现 它有历史性的一颗 嗨 嗨 大家 这我们现在要试试的 是nitro tea 但是比较特别 通常我们喝的 就是nitro咖啡 比较多 这个是茶的 它是水果茶为底的 所以嗅起来会比较香一些 嗯 其实很顺口 就是 而且它的气泡不会很翘 它还有淡淡的一些水果味道 试试看它的抹茶口味 哦 这个好喝 它好喝 它很淡 可是它的抹茶味道 其实还挺浓郁的 嗯 我只能看灯里去看 这自动的 对 那这样我们来到 Juor藏仪机场的星巴克 而且这间的话特别大件 因为它吃了两层楼膏 如果楼上的话 它有点像就是开放式的会议室这样 一进去的话 你可以看到那个壁画 那个壁画其实就是用彩虹窗块做成 最后转右的话就有那个 所谓的会议厅 而且里面还有很多不同种壁画 壁画旁边的话 各个都有一个QR码 扫一下QR码的话 就会知道那个画的后面的历史 过到了第一层楼的话呢 同样的部分的话 就是Starbots的 它这边有三种不同 包子化飞的方法 一是Kinex 另外是V60 Power Over 另外是Siphon 其实因为它们泡车的方式 会有点差别 所以其实它口味会有点不同 新加坡的星巴克 竟然会有Lafogato 就是雪糕加上咖啡 大家我们吃完星巴克后 我们现在去雪糕 其实就是Light of Paradise 它算是一个米其林的雪糕店 它在战役机场这边也开了一间 它是跟银屋公司一起开 是一个属于时装的一个店 他们这个房间的话 其实就是制造他们那个冰淇淋的 就在这个房间 如果旁边的话就可以选择那些冰淇淋的口味 我们现在要吃Bots of Paradise了 可以刚才进去那房间 看他们怎么做他们的 Cone 只是很香 就是因为全部都是 属于Spice的味道 诶 可以吃多一点 我们不懂几个stop了 哈哈哈 我脸 所以大家我们今天来到了JW360 这边的话主要还是以日式的甜点为止 我们会叫雪糕还有甜点 这是我第二次来的 所以我们会点那些 就是之前我吃过的 就像是春季之列 就是有Sakura 樱花的一些甜点 我们今天来吃的就是它的培茶口味 还有当然是它的芝麻口味的冰淇淋 还有就是之前我吃过的就是它抹茶抹辣 还有吃它的那个樱花 还有抹茶的 它的培茶好香哦 好吃哦好浓郁 Serious baby 你要吃了merang 因为它merang就甜了 哦 要整个吃下去 对对对对 哇 抹茶好浓哦这个 好吃吗 你是抹茶控吗 还好 我没有 我比较怕煮 吃不及苦 对 我吃不及苦 我像是甜的 哈哈哈 大家 我们现在可以咱们 哇 鸣花 哇 会掉 会 所以大家我们的主播之旅到此一游 喜欢这个影片在下面按赞 订阅 分享 留言和追踪我们的Facebook 因此感参加我最近的牌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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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